花蓮縣薩奇萊雅族嘎丹嘎部落 40年前因为政府新建加山基地而被破废村 族人四散至新城乡还有花蓮市 而花蓮縣文化局去年推动部落文物普查掀起计划 一年来调查出了63件承载当时生活记忆的文物 策办了加东之牙成果展 揭开这段见被遗忘的部落历史 花蓮縣薩奇萊雅族嘎丹嘎部落 40年前因政府新建加山基地而被破废村 族人四散至新城乡和花蓮市 为了让文化在线 花蓮縣文化局去年推动部落文物普查掀起计划 在部落族人带领下 调查出63件当时生活记忆的文物 国富社区发展协会 也针对加山基地临近三个薩奇萊雅族部落 进行调查访谈 日前策判加东制牙成果展 这几年来对于台湾原住民族文物的重视 特别是文化部 在进行有关文物分级的这样的作业 再加上原转会的希望能够将转型正义 或者是文物的国查能够结合起来 因为像萨基拉雅的话 因为加上机场的关系 所以整个居落都算是废村了 所以为了能够去了解 这个要为了国家的国防 尽得这个心力 所以就用这样的计划去了解 这个在迁移的过程当中 那加东杠它是原来是怎么样子 后来迁移现况又是怎么样子 去让整个一般的社会去了解 陈俊南指出 包含生活器物 产业机具 影音资料 和其他类 说明当时以农为主 渔猎为辅的生活 赠于近年国内对于原住民文物的重视 流失的文化无法重建 且判就由文物普查重现 来自对岁玛丽云部落的狼王晋城 是计划幕后推手 也为初步普查成果策展 我们在这个展方我们放了两个东西 一个是他们的证词 然后另外一个是在破签之前的地图 那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去 透过这个地图的拼凑 以及去阅读这些证词 去更了解这些人 这些事情对主人的感情上面的冲击 以及后续他们想要的那个疗愈是什么 在这个展上面 我是希望能够达成这样子 然后二来是希望说 大家在看这个展之后 可以留下一点点自己的想法跟心得 然后也作为对这个议题的支持 毕竟我现在我有一个身份 是总统府的转型阵营的萨吉拉鲁委员 那萨吉拉鲁委员在转型阵营里面 他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push的一个角色 这是我们的工作之一 所以不是只是在总统府开会 我们在日常的生活时间当中 我们也要把这样子的议题 跟观念带到 这个一般大家生活的状况 的状况里面这样子 由于嘎当嘎部落 曾有遍地的加东树 如今虽已消失 加东之牙就是象征找回流失的记忆 整场除了提供部落交流 其盘拉近民众与文物的情感距离 透过现代科技 标记当时旧家的位置并重修族谱 也导入转型正义 在抽屉摆放主人对于真地破千的证词 随其老凋零 主人对于嘎当嘎的记忆正快速流失 既然暂时拿不回土地 就先把文化找回来 此一起展出至9月30日 欢迎民众前往参观欣赏 这次展望运航也是报道